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的9月27日 大A这周连续猛涨,已经冲上3000点,直逼3100点 看得出来,中国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 估计上周末是在咱皇上跟前领了军令状了 国庆前如果不把上阵拉回3000点 他们估计就要提头去见了吧 为了确保上阵继续冲高,利好就不能停 所以咱皇上连政治局会议都提前了两个月 放到周四这种交易日去开 哎呀,意图太明显了,就是要给股市喂药啊 这回的政治局会议确实不再像以前一样 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而是说要直面困难了 这里就能看出来,咱皇上对以前李强的那套顾本培元理念 那确实是彻底否定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有两句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信号 一句是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 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一句是要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因为惠后路透社马上透露了 中国将发行2万亿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 用于刺激消费发生育补助及给地方政府还债 如果说央行前几天是公告了货币政策的转向 那么路透社就是帮共产党公告了财政政策的具体转向 前两期节目咱们已经分析过最新的货币政策 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根据路透社的爆料 来分析一下最新的财政政策 首先我们来看看路透社共爆料了几条重磅消息 第一条说的是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特别主权债券 这1万亿一部分用于消费品已旧换新 和大型商用设备更新的补贴 另一部分要给二胎以上的家庭 从第二个孩子开始每月发放800人民币的津贴 第二条再发1万亿特别主权债券 帮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 此外还有第三条 那就是除了发特别主权债 财政部还可能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就业补贴 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 这条国务院确实已经有提到 说的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强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宏观之道 如果再加上李云泽透露的给六家国有大行 增发1万亿资本 那么算总账 基本上财政部四季度至少要增发3万亿的特别国债 除了路透社的爆料内容外 国务院这边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政策信号 第一个就是以后就业率要进入县以上 党政领导班子的绩效考核内容 第二个就是国企员工将实行末位淘汰制 业绩考核不合格就要辞退 国企的铁饭碗就此终结 另外还提了扶持民营企业 好那么我们结合以上消息来分析一下 四季度财政政策的走向 可以说接下来四季度的财政政策 一定是近年以来最激进的财政政策 因为光发债就可能奔着3万亿去 我记得我给大家说过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跌到7.3以前 是有降息放水的空间的 外加上今年中国央行并没有扩表 所以就算四季度央行扩表3万亿 以支持财政发展 那么对汇率的影响也是可以接受的 况且我认为央行不需要扩表3万亿 就可以让财政发出3万亿的债来 所以财政发债3万亿这件事 本身并没有难度 关键就在于怎么花好这3万亿 其中1万亿是要去给国有银行增加资本金的 按理说现在股市大涨 国有银行完全可以从股市定增来获取更多的资本金 那么为什么最后财政还是要直接注资呢 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马上让国有银行定增 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 而且透露给韭菜一种 你这是要开始收割了的信号 这就对股市不利了 其次一般财政直接注资银行都是发生在银行经营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比如90年代国有银行上市之前 就是财政直接注资帮助国有银行剥离可怕的坏账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现在国有银行的利润压力还是很大的 甚至可以说这次降息 国有银行应该是没有通过压力测试 但是财政用承诺注资的方式帮助国有银行度过眼前的利润危机 因为未来降息仍然是主旋律 如果消费上不去 那么存量房贷利率也会继续降 所以也可以说这次注资是在为未来的连续降息提前做准备 但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银行至少现在还有新的业务可以做 给上市公司放专项贷款去对不对 而且由于这两天股市大涨 银行的消费贷申请人数也突然暴增 大家都冲进股市去了吗 这都是在给银行贡献利润啊 那么财政部要发的第二个一万亿特别国债 说的是主要用于刺激消费和发生育补贴 刺激消费这件事似乎中央还没有转过弯来 还是走的满300减50的消费劝劳套路 而且还制定了消费类型 老百姓每天都需要的买菜 你就不能拿消费补贴 你得去旅游啊买家电啊 这些非必须大额消费 共产党才给你发消费券 或者直接补贴20%什么的 这种刺激消费的做法 在过去这几年都已经被证明了是无效的 但今年四季度啊 多少还是能刷出一些消费数据的 因为四季度如果股市一直涨 那么很多原本在A股套牢的就可以解套 有些一高人胆大的也能靠这一波投机赚到点钱 所以对消费肯定是有帮助的 毕竟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大家的收入要增加 不管是涨工资还是靠股票挣钱 对吧 至于第二点 要给二胎以上的孩子每个月发800块补贴 这个是我个人是比较吃怀疑态度的 因为如果无差别发放的话 每年大概要发掉1000亿人民币啊 在民生补助这方面 咱皇上转弯有这么快吗 我比较怀疑的 我认为可能这补助啊 不会到那么大的规模 比如他们会规定啊 只有在政策出台后 新出生的二胎以上孩子才有补贴可以发 或者规定 每个孩子只能领到6岁等等 再比如三胎以后也不能领了 因为很多农村啊 现在还有一生生好几个孩子的 如果每个孩子真的可以领到800块一个月 那对农村家庭的帮助是巨大的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讲的是一对90后夫妻躲进大山生了10个孩子 那么按照规定 他们这样的家庭 是不是每个月就可以领到7200元啊 那完全够吃饭了对吧 但这样的好事 真的会发生在农民身上吗 我想就算是共产党中央愿意给这钱 这钱估计也被县里村里给扣下来 去还债或者贪污了 所以如何把钱发到最需要的农民家庭手里 执行是个很大的难题 不仅是在农村 这几年其实就算是城里人也对政府充满了各种不信任 大家会想如果万一我这孩子是生了 但明年突然补贴就取消了怎么办 孩子可是塞不回去的对吧 所以如何让大家对共产党愿意发福利这件事充满信任 这是咱皇上下一步必须要克服的难题 你要展现出必要的诚意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有个很好的建议 比如中国政府可以规定从此以后 未成年都可以免费医疗 由政府来负担所有费用 再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大学学费全免等等 你从教育医疗这两个方面来减少家庭养育孩子的开支 那么这也是变相的再发生育补贴 这就能让大家看到你的诚意 这比单纯只是发生育补贴来的有用多了 当然这账就又要重新算了 因为每年一千亿肯定是不够的 接着咱们来说第三个一万亿 用途是帮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 我认为这一条完全是奔着年底冲GDP去的 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还债 能发出来的新债基本一大半都需要去还旧债的 那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动GDP增长 而且中央现在也怕地方乱发债 所以项目审核很严 导致地方发债的速度完全跟不上 地方哪有那么多好项目嘛 所以地方政府真的是缺钱缺到丧心病狂 就算是东南野海也都在乱罚款 有些还绑架民营企业老板 直接收赎金来补充财政收入 9月25日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学家周天勇还在自己的公众号发文呼吁 地方政府不要以绑架民营企业家的方式 来敲诈钱财补充财政 这样以后中国可就没有民营经济了 可见啊 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有多大 因此中央只能短期内帮扶一把这些流氓手下 如果任由他们自己去胡作非为敛财 那么中国经济就更加完蛋了 但地方债问题其实就是中央的前车之鉴 如果你国债发的太多 最后财政就是每年忙着付利息 没钱搞发展 所以国债也是不能乱发的 今年多发三万亿 明年你打算再多发几万亿 别忘了咱们可是给财政部算过账的 对吧 财政三本账现在每年赤字超过8.5万亿 每年国债都发十几万亿 而且财政收入年年减少 所以如果国债一直超发下去 就算是中央财政又能支撑几年呢 所以财税改革破灾没解 我很奇怪啊 这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没有提这个 我认为结合财政部自己对增加劳动报酬分配的表态 那么财政改革也是马上要进行的 你要老百姓增加工资收入 那么必须要给企业减税 你政府要让利 如果你政府税费这块一分也不肯让 但是要逼着企业给员工加工资 那么企业最后就是偷税漏税或者破产倒闭 因为中国企业最大的负担就是来自政府的剥削嘛 各种透明不透明的税费 太多 基本上一般小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压榨员工 就赚不到利润的 所以你政府首先要做出让利 这才是真正的扶持民营企业 同时你不能任由财政收入继续下滑 需要对税收进行结构性改革 有些富人税现在该收就要收 记得立着群体必须出清一部分 比如高额遗产税 高额房产税这些完全可以考虑 否则税收一直下滑 发债一直增加 这国家没几年就要破产的 当然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 因为既得利益者都在体制内 让共产党拿自己开刀 我估计他们还没这破例呢 好我们总结一下 一国的财政政策根本还是在于你要怎么花好每一份税收 你财政支出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个必须要先明确 以前我们认为中国财政支出的目的主要是刷GDP 以及对外经济扩张 但现在困难当前 而且是咱皇上已经愿意正面困难 不在逃避的情况下 这时候财政支出的目的就要专项扶持民生事业了 比如发生育补贴 对地方考核就业率 扶持民营企业提升老百姓工资收入 这些共产党既然都已经提到了 也打算去做 那么就要落实到财政支出上 所以接下来财政部应该要让我们老百姓看到 第一给企业退税让利 甚至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 这都是帮助老百姓增加收入的手段 第二增加民生福利支出 比如刚才我提的未成年免费医疗 和低收入家庭教育免费的福利 甚至可以再进一步 提高农民退休金待遇 把人家100多块的退休金至少拉到1000块一个月 是吧 你总得让人吃饱饭嘛 第三就是要增加富人税 改变财政收入年年下滑的局面 这里能收的税种就太多了 比如豪宅税啊 遗产税啊 甚至还可以收移民税对吧 这些都能做到 那么共产党才算真正反省过来要救经济了 当然我个人对此还是比较悲观的 就咱皇上那个星星 开倒车这件事 它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现在进A股投机的朋友 你们真的要见好就收 现在的A股就是赌博啊 主动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 哪天一旦跌起来 那就是一字跌停 你根本没有机会逃走的 所以切记一定要谨慎见好就收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